大總統好 大總統好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晚上 大家團結在一起 集中氣勢 要讓本黨的總統 跟立委的提名候選人 在明年一月的選舉當中 大獲全勝 這場選舉太重要了 民進黨在中央執政 已經七年了 倒行逆施 大家日子過得很不好 不論是內政外交 經濟和兩岸關係 都是不斷的倒退 民主受到壓制 能源政策照進 多次缺電斷電 暴力犯罪 跟詐騙案大量的增加 甚至於到今天 缺蛋的問題 還沒有完全解決 這樣的政府 人民已經沒有辦法解 忍受了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尤其是蔡總統 過去 拋出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的兩國論 這完全違反我們憲法的規定 違反了他兩次就任總統的時候 對全國人民保證 他一定會遵守憲法 他這一點就沒有做到 對不對啊 我覺得 一個總統我也做過總統 絕對不能不遵守憲法 罔顧啊 國人的福祉 罔顧國人的安全 這是非常不利的做法 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是在一個中國之下 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的兩個地區 而不是兩個國家 蔡總統的兩國論 既不符合憲法 也會使台灣海峽 更為兵兇戰危 蔡總統上任之後 七年來斷了九個邦交國 我做了八年才斷一個 他不僅關掉了 批評政府的電視台 還護航讓有爭議的電視台上架 居然還有警察 傳訊台大陸的教授 詢問他兩三個小時 全世界哪有這樣的政府 大家都對不對 對 像這種作為 在任何一個西方社會 都是醜聞 scandal 醜聞 有這麼多的話 早就該嚇他了 對不對 我覺得看到這種情況 我真是非常的憂慮 也非常的痛心 如果一個總統 沒有辦法捍衛 國家的價值 沒有辦法保護 人民支持的權利 民進黨當然應該下架 對不對啊 對 各位都知道 過去我們在兩岸的 這個九二共識基礎上呢 兩岸簽了二十三個協議 涵蓋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 二零一五年 我和大陸的習近平主席呢 在新加坡進行馬西化 證明 只要我們國民黨重返執政 兩岸關係 就會回到和平穩定 讓台灣 讓台灣 擺脫目前的現況 各位知道嗎 二零一五年 我在 新加坡 跟大陸的主席 習近平 見面的時候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 Economist 他說 這個是 一九八零年代以來 中共就台灣問題 對台灣做出最大的讓步 結果呢 六年後 這個雜誌說 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是誰把兩岸關係和平穩定 變成最大的危險 就是民進黨 對不對啊 我們看到在過去 憲事黨的調查中 侯友宇一直都是第一名 當初我還有點擔心 他比較缺乏外交 國防跟兩岸的經驗 但是他前幾個禮拜 到美國去了一趟 他自己有下功夫 我發現 完全變了一個人 他所說的 不統不獨不武 還有呢 3D的政策 真的是 已經非常的成熟 尤其是他應付外國的記者 跟媒體 這個可以說是 輕鬆過關 這讓我 刮目相看 我認為 他已經有充分的資格 可以做好一個總統 大家說對不對 對 Istanbul 是 Really 這次